大家好,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Botterstripe项目实战课程 上一课我们已经看过本套课程的两个demo 那么从这节课开始我们就正式的来制作这个demo 好,首先呢,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思维导图 那么要使用我们的这个Botterstripe来制作 来制作我们这样一个响应式的网页 好,那么我们就需要什么呢 需要引入这个Botterstripe,对吧 好,那么就来到了我们第一点 好,创建新的项目 那么创建一个Botterstripe的这个项目 那么怎样来创建呢 首先我们需要获取到这个Botterstripe的这个文件 对吧,文件 那么这里到哪里去获取呢 两个地址 一个是这个英文官网 getBotterstripe的.com 这样一个网址 然后另外呢,就是一个这个国内的这个Botterstripe的这个中文网 3w.bootcss.com 那么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然后要把这个项目的这个框架呢拿到 好,那么复制下网址 打开一下浏览器 好 打开一下 OK 那么这个呢,就是它的这个英文官网 好,英文官网 那么我们可以下载 那么在哪下载呢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按钮 对吧 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下载就可以了 好,下载呢 就是这个跳转到这个下载页面 那么这里提示了 这个版本呢 是3.3.5的这个版本 好,那么我们可以按照这个版本呢 来进行下载 那么这里有三个不同的模式的这个文件 好,那么 呃,这里呢 我们可以下载这个应用到项目中的这个比较简洁 那么比如说这个呢 它是携带了这个nice 好,后面是这个size 好 那么比如说我们下载第一个 对吧 下载第一个 那么下载之后呢 我们就会得到它整个的这个文件 好,当然这里下载的话 它会这个比较慢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国内的 好,中文网 中文网给我们提供的 复制下网址 然后到这里粘贴一下 OK 那么就来到了这个中文网 然后呢 那这里我们就可以点击下载 好,点击下载 然后它来到了这样一个地址 v3.bootcss.com 这里 然后它进行下载 好,我们下载一下 然后呢 它会跳转到这里 好 看到这里有介绍了 对吧 用于生产环境的 和圆码的 然后以及这个size的 对吧 好,我们就选择这个生产环境的 就可以了 点击下载 好 那么这里呢 很快就下载完成了 然后我打开它 打开之后呢 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呢 它里面就包含了 我们所想要的这个所有文件 好 我把它裁剪一下 然后放到我们的桌面上 好 放到桌面上 然后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打开 来看一下 好 里面呢 有这个gss 然后有这个字体 还有呢 是css 那么都是我们所需要的 对吧 都是所需要的 好 先把它这个 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一个 我们得到了这个文件之后呢 好 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们的这个开发工具 那么我们的这个开发工具呢 还是使用我们以前 以前这个学习 Atmel的时候呢 的这个工具 WebStorm 好 那么这个关于WebStorm呢 它呢 给大家呢 同样是分享了 这个两个这个下载地址 以及一个我们教程的地址 那么下载这个WebStorm 这个开发工具 可以到这个官网下载 好 官网地址呢 是这个 我们打开 然后 拿到这里来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官网的这个下载地址 好 这个国外的网址 稍微有点慢 同样的 我把这个 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网址呢 也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好 那么这是 我给大家分享的 这个网址 那么 这个网址 大家只需要下载 下载以后呢 就可以使用了 好 然后 至于它的这个安装过程 好 两边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边是官网的这个下载 好 然后这边是这个 我给大家提供的 下载完成之后 那么同学们就可以通过 什么呢 通过下面的这个 安装的这个教程的这个地址 来进行这个对照安装 那么 它的这个开始时间的话 应该是在这个视频里面的 第四分钟左右开始 讲解这个如何安装 好 大概在第四分钟左右的时候 安装的 先把它音量关小一下 大概在这个位置 好 那么就是四分钟左右的时候呢 就开始给大家讲解 如何来安装 好 那么这是这个 关于开发工具 好 那么开发工具 讲完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创建一个什么呢 基础的文件 对吧 基础文件 好 这里首先需要打开一下我的这个开发工具 好 然后呢 在这里要新建一个项目 然后呢 然后呢 储存位置是G盘 OK 然后保存 好 等一下 然后呢 在这里呢 首先呢 需要什么呢 需要将我们之前的这些项目呢 把这个项目文件 框架文件给引入进来 好 那么也就是这里 把它解压一下 解压到当前文件夹 好 那么解压之后呢 打开 把这三个文件呢 Ctrl C 或者是Ctrl X 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 复制到我们的这个项目这里呢 然后 点一下 然后进行这个粘贴 Ctrl V 快捷键 进行粘贴 点击OK 好 那么这样呢 我们的这个 Bordstrap的这个文件呢 就已经引入进来了 对吧 好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 在这个项目里面呢 根目录里面 给它新建一个这个index 好 创建一个index.atmary 这样一个文件 然后呢 把我们这个文件呢 作为最基础的这个 来进行这个使用 好 那么这里需要更改一下 把这个语言呢 给它更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改成ZH ZH ZH CN 好 然后这里 我们需要来进行这个 配置一下 好 那么当前我们编辑的这个语言 版本的话 是吗 UTF-8 然后 我们还需要干什么呢 需要 给它这个 开启一个 A8的这个 标准的这个 虚然而模式 好 让A8的语言器呢 开启这个标准的虚然而模式 好 那么这里呢 直接把这个 给它复制过来 就可以了 好 那么第一个 A8 好 A的这个标准虚然模式 然后 再往下 还要进行这个 视窗的配置 好 那么视窗配置呢 是这段代码 那么这段代码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把它给复制过来 然后呢 再给大家来讲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MAT标签里面呢 定了一个LIM 那么这个LIM的值呢 是什么呢 是这个 ViewPort 对吧 好 那么VPort 是什么意思呢 视窗对吧 就是我们的这个设备的 这个窗口对吧 这个窗口屏幕 好 那么后面 定义了它这个内容 它内容里面定义了什么呢 定义了一个宽度 对吧 那么这个宽度呢 有宽度值 那么在这个content里面呢 定义了这个 外置的这个宽度 好 那么它是这个device 对吧 什么呢 这个装备 设备 设备的宽度 对吧 好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宽度 就是等于我们这个设备的这个屏幕的这个宽度 好 那么这是这个 然后再往后 定义了这个页面的这个缩放比 好 1比1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更改一下 好 可以更改一下 比如说更改成这个 1比5的这个缩放比 那也是可以的 对吧 好 然后再往下呢 就是这个用户是否可以手动缩放 那么当我们在这个手机端 这个浏览的时候呢 那比如说 我们如果想把它做成这个 和这个原生的APP一样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 否掉 那么用户呢 不可以这个手动的缩放大小 那么如果你想让用户这个搜索呢 那你就不管它了 对吧 好 那么 这是这个 当然 那么现在我这里呢 是什么呢 禁止用户缩放 好 禁止用户缩放 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第一个 配置视窗 第二个 配置视窗 然后第四步 那么就是什么呢 引入这个 decreate文件和这个 bolt drop的这个 css文件和gs文件 好 为什么要先讲 引入这个decreate文件 因为 我们这个 bolt drop的这个gs文件呢 必须要依托这个decreate文件 所以说 我们要先引入它 避免了出错 对吧 好 那么讲到这个引入 好 那么这里就要讲到这个 什么呢 加速了 对吧 这个 cdn的这个加速 那么我们可以到这里 去直接获取这个cdn的 这个create的这个链接 当然在这个cdn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直接获取到 这个bolt drop的这个链接 好 那比如说 我们找到这个百度的 这个静态资源公共库 好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create 然后呢 我们找到我们现在想要的版本 那比如说这个 2.1 2.1.4 对吧 最新版本 好 那么我们就 想要使用它 好 直接复制一下这个网址 然后呢 在这边来引用 引用一下 对吧 引用一下 好 script src 好 首先引入了这个decreate 对吧 引入了这个decreate 然后呢 我们就需要来引入什么呢 引入这个bolt drop的css文件 和这个gs文件 好 那么还是在这里 我们先引入一下这个gs文件 那么gs文件呢 在这个gs里面呢 我们就引入这个bolt drop man.js 对吧 这个小的 这个压缩过的这个gs 好 那么文件路径 更改一下 直接在这里 然后gs 下面的什么呢 下面的这个bolt drop drop man.js OK 那么这样呢 gs文件呢 就引入了 好 然后再往上 然后来引入什么呢 引入我们的这个style css文件 对吧 css文件 好 放在这个 title下面 好 css文件 link css 好 那么 首先 我们需要 引入的是什么呢 这个css 里面的这个bolt drop man.js 好 就是这个文件 bolt drop css 好 那么 其他的文件的话 我们这里可以先 不管它 因为这里的这个 是暂时使用不到的 OK 那么这样呢 我们一个基础的这个网页文件呢 就创建成功了 好 那么在这里 我们把这个标题写一下 那比如说 这是这个bolt 什么呢 bolt drop 项目实战 好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来这个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个页面呢 是否这个引入成功了 对吧 在这里呢 先建一个he 好 he 那比如说 什么呢 你好 麦子学院 麦子学院 OK 这样来 然后呢 预览一下 鼠标移到右侧 点击这个流氧器对应的图标 就可以了 好 你好 麦子学院 然后又键审查元素 看一下这个是否使用到这个css 对吧 好 使用到这个boltstripe的这个maincss里面的这个css 那么这样呢 就说明我们的这个呢 加载成功了 好 那么我们第一节课的这个知识点呢 就这么多 好 首先呢 给大家说了一下这个获取到这个boltstripe的这个文件的方法 好 然后是开发工具 以及开发工具的这个安装和汉化教程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创建文件 那么创建文件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配置一下A8的这个渲染模式 然后以及这个视窗的配置 以及引入这个gcss和这个boltstripe的这个css和这个gs文件 那么这里一定要注意的是这个gcss文件呢 一定要在这个boltstripe的这个gs文件引入之前来引入 好 然后下面呢 就是这个国内的这个cdn加速 那么在这里呢 那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cdn 在这个cdn里面呢 我们除了这个gcss里面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的这个boltstripe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直接 直接写入这个boltstripe 那么就可以看到了 对吧 这里同样的也有我们的这个加速的这个地址 好 那比如说以后我们这个在线上运营的时候呢 我们如果自己的这个服务器 好 想要获得这个网页的加载速度的更快一点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使用这个公共库的这样一个文件 那么它的加载速度的话会更快一些 OK 那么这是这个 其其他的这个360的这个cdn的话 和这个百度的也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可以同样的打开看一下 打开之后呢 找到这里有一个常用的前章库 然后找到这个boltstripe在这里 然后找到对应的版本 然后来复制它里面的文件的路径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个gs 然后直接复制这个链接地址就可以了 OK 那么就是这样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了这么几个知识 好 然后下节课呢 我们就来制作这个第一个项目的这个 第二个项目 DEM1 好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